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灭帝第142品 假明相品 这一品它是在讲假明和实法的区别 那我们上个礼拜讲到第19项 在第3页 这里提到来去断坏烧烂这些造作的事 都是属于假明而不是实法有 为什么呢 因为实法不可烧烂不可断坏 那下面是我的解释 这里是说 多了一个字 假明事物 假明事物具有位移 位移是 就是移动的意思啦 假明事物具有位移这种作用 为什么呢 各位知道吗 假明事物具有位移 实法没有位移 假明它是一个连续体 它是组合物 同时也是一个连续体 那作为一个连续体 它就会在空间中有移动嘛 所以我们会说 假明事物具有位移 可是实法为什么 为什么它没有位移呢 实法它是刹那生灭 刹那生灭的东西 它是极生极灭 所以它不会有这种 移动的这种表现 各位可以理解吗 刹那灭的东西 它没有办法移动 来不及移动 它要移动它的位置的时候 它已经泄灭了 所以假明是连续体 它可以有移动 实法它是一个 它是非连续体 它的这个存在的量 就是刹那而已 所以它没有办法产生 空间上的移动 再来针对这个断坏的部分来讲 假明有断坏 假明有烧烂 就是说被火焚烧毁坏 这样的一个情况 断坏就是被截断嘛 为什么 实法可以被截断 可以被烧 对不起 假明可以被截断 可以被烧烂 而实法不能呢 刚才讲说假明是连续体 现在讲说假明 它是一个组合物嘛 所以它能够被分解 可是我们讲说 实法它是一个最小的单位 它是最小的地址 它是集围 它不能再被分割下去 所以它是不能被截断的吗 它已经是最小单位了 我要怎么把它分为两半 或者再分为更多的碎片 不行 它也不能像假明事物那样子 用火来焚烧呢 可以化成灰烬 因为实法它已经是最小的集围了 你无法再去破坏它 所以假明跟实法 有这样的一个区别 再来第二十项 罪业 服业 等 这个等 就是说还包括了不动业啦 在论书里面常常省略 就说比如说摄受想行事 在经论里面就说摄等 怎么样这样子 它用一个等就来取代了 不动业 罪业就是这个不善业 服业就是善业嘛 不动业它是指能够导致 投生到色界 无色界的业 那这些业都是属于假明友 为什么呢 杀身等罪和离杀等服 都非时有 为什么这样子讲 我们讲说杀身 它是身体的行动嘛 那杀身是生业 它是身体的行动 那身体的行动 它依止于四大 所以这个生业 它是属于假明 我们常常会背一首记嘛 罪从兴起将心灿 心若灭时罪亦忘 心忘罪灭两句空 试着名为真忏悔嘛 所以这个罪呢 在这里罪啊福啊 其实就是说 这个都是属于假明友的 并非是一个实法友 再来第二十一项 这个以前我们上课有解说过 但是我在这里再复习一下 假明有三种 阴沉甲 相代甲 相续甲 阴沉甲就是我们讲的组合物嘛 色香味醋和合成平 这是阴沉甲 相代甲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比如说大小长短 相续甲比如说心事流 这个流就是 前念 后念结续的前念 这样子形成的嘛 这个叫相续甲 那在诚实论甲明相品 像我们现在已经讲到了 我们已经讲完了 总共二十点的这个区别 那这二十点区别 主要都是针对哪一种甲明呢 对我们之前所讲的 都是针对阴沉甲 那接下来要讲的是相代甲 那相代甲 我这里再说明一下 比如说 比如说张三 张三和他的儿子 姑且叫张四好了啦 那张三是称为父嘛 那现在张三如果和他的父亲 叫姑且称为张二来相对的话 那张三又称为子了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说 同一个东西 他有的时候称为父 有的时候称为子 所以这代表是 甲明 他可以转换他的 他的这个名称概念 就是说 父他不会永远是父 他也可以是子 子不会永远是子 他也可以具有父 这样的一个名称概念 甲明有这样的一个特性 可是始法呢 比如说 我们色跟香 来做一个对照 或者我们把色跟胃 做一个对照 不管我们把色跟什么东西来对照 色依然是色 它不会变为其他的 他不会 不能转换他的这个名称概念 所以甲明和始法 有这样的一个区别 所以我们看讲义第二十一项 甲明有 借由相互依待而得以成立 例如 此和彼 轻和重 长和短 大和小 尸和图 腹和子 贵和贱等等 就是说 此要成立 这个是要依赖于彼才有 轻要成立 是要依赖于重才有 那始法它不需要依待 它就可以成立了 色 我们刚刚讲色就是色 它不需要依待其他的什么东西 它才是色 那这里就提到说 色不会依待其他事物 而另外成为生等等 我们刚才在头影片上有解说 就是说 把色拿来和其他的东西 做一个相对照 色它永远是色 它不会变 可是像比如说 比如说 我拿原子笔跟粉笔来 比对的话 原子笔是长 我拿原子笔跟毛笔来比的话 原子笔变成短了 所以假名的东西 它会转换它的这个名称概念的 死法不行 所以我们看下一页 因为第二十一项并不是很好懂 尤其是最后一句 色部不会依待其他事物 而成为生等 这句话呢 我一开始 我试量了很久 不知道它的意思是什么 后来我就想到说 原来是这样的意思 我把它补充 把它在下一页 把它补充出来 这里的意思是说 假名具有相对性 可以转换它的概念 这个例子我们刚刚讲过了 张三相待于 他的儿子 而名为父亲 相待于 他的父亲 而名为儿子 使法并没有这样的情况 使法具有绝对性 不会因为与其他事物相较 而有所改变 例如 色就是色 不会因为比较 而改变 成为 生相畏畜 所以 在陈时瑞原文里面说 色不带余物 更成生等 最后一句话是这个意思 接下来讲到说 就是说从 破除的方式来 区别假名和死法 这里提到说 假名有 它并不是借由空来破除的 这里举了这个 我们要怎么去破除 森林的概念 森林是由 一大堆的树木 所组合而成的 所以我们又借由 个别的树来破除 整体的林的概念吗 那树它又分为 根莖叶这些部分 所以我在用 根莖来破除 树的概念 那根莖要怎么破除呢 根莖它的这个 最基本的组成 就是色相畏畜 藏由色相畏畜 来破除 根莖的概念 所以这个 到这里都是 来破假名啦 那色相畏畜 要怎么破呢 这要用空来破除 陈诗润 我们之前在 讲这个 立假名品的时候 陈诗润也举了 这个破男女像啦 道理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看到 帅哥美女 怎么样破除 帅哥 我们对这个 帅哥美女像的直取呢 帅哥美女 是属于假名嘛 之前 陈诗润 他一句经文嘛 是怎么样破帅哥美女像 上一个单元讲 以蟹出蟹 用这个木蟹呢 把另外一个木蟹 推出来 用钉子去把它钉出来 用一个钉子去钉 另外一个钉子 把它敲出来 所以现在 那个另外一个钉子 是什么 帅哥美女 我们现在要把 怎么把破这个像呢 更大的帅哥美女 更顶级的 那你还是有帅哥美女像 糟了 我现在问的是 问怎么破除帅哥美女像 那居然有人说 用更帅更美的人来破除 那还是在帅哥美女像里面 佛法有他的一个思维模式啊 所以刚才同学联想到的是 那个难陀的例子啊 就是玉界的这个孙陀莉 号称美人 那跟那天界的这个女性来相比的话 居然变成了弥猴啊 用这种方式来破除 用以毒攻毒 我觉得这是一个 因为很难讲说这不究竟啊 因为在密教里面 有那种用滩为道嘛 用滩为道就是说 这个在后期的佛法里面 把用滩为道的这种修行方式 把他就是 就是说把他 整个更 更着重啦 把他凸显出来 可是在原始佛法里面 早期佛法里面 没有这样的一个 倾向啦 因为以难陀来讲 佛陀带难陀看了天 这个美丽的天女之后 接下来带她去看的是地狱 所以她并没有说直接 她虽然是用那个作为一个诱因 但是她并没有说直接就 以这个浴滩为道了 所以以泻出泻 各位忘记了 那个上一品 陈时论她是怎么说的 白骨 对啦 对对 其实就是 32 把他身体的32个部分 这样把它拆解为身体32个部分 所以就是 法毛爪齿皮嘛 肉筋骨 水肾 哦对不起 法毛爪齿皮是死法还是 还是假名啊 那分析到 法毛爪齿皮 这样还不够啊 这个只是暂时的 抑制的 对这个帅哥美女像的贪欲而已 这样还不够 这个只是一个 我们讲说这样的 到目前为止 这样的修法 只能算是止而已 分析到这里 只能算是止 所以接下来要怎么办 法毛爪齿皮 到这里要怎么办 不是不是 现在不是讲不进观 不进观是 针对整体 那个尸体的那种毁坏 现在是把身体 把它整个解构成 32个部分 这是你刚才 你这样跟我讲 是不同的方法 所以到法毛爪齿皮 之后该怎么办 怎么样进入刀关 把法毛爪齿皮 把它 再把它分解 变成色香味醋 色香味醋是假名 还是死法 到这里还不够嘛 接下来要怎么办 对接下来就是 把色香味醋 把它 关空 我们讲关空 不是光只是 它体性是空 在见到的时候 那个色香味醋 也都 也都 也都粉碎掉了 所以是 在我们的认识里面 没有这个东西 连幻象都没有 所以前面是属于 子的修法 后面是属于 观的修法 所以在这里呢 陈时润他要点出的是 假名 它是用逐层分析的方式来破除 逐层分析拆解 那对于使法呢 是用空观来破除 所以这个是从一个修行的角度来 区别 使法和假名 我们现在要讲第二十三项 我们这边要介绍一个概念 叫做形象 形是 形结的意思 这个名词很不好解释 形结就是指 心得了别作用 那像比较容易理解的 就是镜像 像貌 那在布派里面 对于形象的解说 有不一样的地方 那在这里 我就先暂时姑且解释为 形象就是形结 由形结所生起的像貌 那这个形结 心得了别作用 是特别针对 慧 慧心所 慧它是一种心所 形象这里就解释为 由慧的分别而献起之像 如无常苦空无我等等 所以形象有好多种 包含了这个 就是无常形象 苦形象 空形象 无我形象 还有其他的 那这里特别针对的是 空形象 和无我形象 这两个来说 那陈诗润怎么解释 空形象和无我形象呢 陈诗润说 这个空形象就是 见众生空 有慧的这种分别 然后 就是说 观见众生空 见到这个 众生的这个空的这个形象 无我形象呢 是 见五蕴空 那众生是假明嘛 五蕴是死法嘛 陈诗润就说 这个 假明是要透过 空形象来破除 死法是要透过 无我形象来破除 所以陈诗润在讲空形象的时候 是针对 人空的层面 在讲 无我形象的时候 是讲 法空的层面 说一切 有部在解释 空形象和 无我形象的时候 因为有部不讲 法空 所以他把一个解释为 是这个 我空 一个解释为 是我所空 所以其实同样的 名项在 不同的论书里面 他的解释会不同 所以我们看讲义第23项 依随空形象来破除的 乃是假明有 依随无我形象来破除的 乃是死法有 在诚实论里 空形象是指 在五蕴中 不见众生 这个是属于人空的层面 无我形象是指 见五蕴无 这个是属于法空的层面 接下来我们终于 进入到最后一项区别 在假明相品呢 他最后提到有四种论述 一论 意论 不可说论 无论 这四种论述 都有过就 故知 凭 它是属于假明有 那诚实论说 什么是一论呢 就是说认为这个色香味处 等于瓶子 那议论就是说 离开色香味处 另外还有一个别体的瓶子 那不可说论就是说 不可说色等即是瓶 离色等别有瓶 他的意思是说 这个色香味处 这些构成要素 和他们所构成的瓶子 两者之间是不依不义 不及不离的关系 所以这不可说是指 意义不可说啦 两者关系是不依不义 不依不义是佛教的这种思维模式啊 那这里为什么说 这不可说论是有过失的呢 等一下在下面我的补充 各位就可以了解啦 那无论的话 就是认为这个瓶子是无 诚实论说 这四种论述都不正确 所以瓶是假明 那下面是我的补充 一论是在讲 种种要素聚合 等于合合物置身 这在之前我们解说过了 就是说 整体是大于部分的总和 我们之前一直讲 一加一大于二 我们说五蕴合合成人 那人难道就等于这个五蕴吗 没有哦 因为五蕴它是这种 个别个别的作用嘛 但是人它有一个自我的这种 觉受 有一种统合的作用在 所以我们说 这个一加一大于二 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 所以这个议论是错误的 议论是说 合合物是完全不同于 其构成要素的另外一个事物 这个也是错的 因为 你说它是独立于这个构成要素 但是它不能离开构成要素啊 离开 如果它离开构成要素 这个合合物就不可能存在嘛 所以议论也是错的 那佛教的这个思维模式是 不依不义嘛 但是这里讲说 这个不可说认也是错的 为什么呢 因为 我在这 下面 我把它框黑的这个 这合合物被视为实在的 这里针对的是独子部啦 我们之前课堂上讲过了 佛法里面在讲 我跟五蕴不依不依的时候 这个我是被定义成是假我 假我和它的构成要素之间 不依不依嘛 像我们刚刚解释过了 这个假我并不等于五蕴 因为它有这个自我的这种认知 在五蕴里面是找不到的 然后呢 假我它也并不是离开 就是说 就是 不同于五蕴的另外一个 一个独立的东西 因为假我依赖五蕴和合而成 所以佛教讲 我跟五蕴的关系是不依不依 但是现在独子部的问题是什么 它讲这个我是死我 独子部讲的这个我是死我 它把它称为不可说我 不可说为和五蕴是一是义的我 不可说就是一义不可说啦 那陈时论他 说这样是错误的 他说 两个实在的东西 两个实在的东西 来做一个比较啦 只能是一或者是义的关系 没有不依不义的关系存在 所以独子部的这个 不可说于五蕴是一是义的我 它是实在的 这个是一个鬼论啦 因为实在的东西 两种实在的东西相比的话 一定是要么一要么义 不可能说不依不义 不依不义的关系 只存在于假明和死法之间的关系 或者假明和假明之间的关系 所以陈时论这里讲 这个不可说论 它是针对独子部 再来针对第四个 无论 无论说这个 和合物和构成要素 皆不可得 我的理解是这样 陈时论它一直被视为是 通往大圣空中的一个桥梁 但是陈时论的空和大圣空中的空 并不一样 所以这里的无论呢 其实 有点 就是说在我目前的理解 它是在针对这个 大圣空中来讲 为什么它说无论是错的呢 陈时论它从这个 恶地的立场来说 以四地的立场来讲 和合物 这个是四地里面的俗地 它是假有 不是无 构成要素 它是四地里面的真地 这个是实有 在四地里面它是实有 并不是无 所以陈时论它说 在四地里面呢 它是不可以去直接讲无的 这是陈时论的立场 接下来那个灭地剧呢 开始要破除四论 破一论破意论 破不可说论 破无论 那因为这个部分 非常的这个抽象 非常的哲学化 所以我想说让各位稍微换一个主题 稍微转换一下心情 所以我选了这个 道地剧里面的苦想 今天来加以介绍 作为一个缓冲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进入 这个四论的这个破除里面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谢谢 我们今天接下来介绍 实想中的第二个苦想 作为我们这个 之前经历的这个哲学的探讨 跟接下来所要面对的这个哲学的探讨 我们做一个调剂跟缓冲 首先解释什么叫做苦想 那他这里先解释苦 能够倾恼这个就叫做苦啦 倾恼叫做苦 苦有三种 苦苦 坏苦 辛苦 首先解释苦苦 现在实际所受的苦 如刀杖等等 刀杖就是要拿来伤害人的嘛 武器的犯撑 所以他这个刀杖呢 他的情况可能是像战争啊 亟斗啊 或者受刑罚这样的情况 就是说现在受到刀杖这些苦 这个叫做苦苦 所以跨活是我的解说 苦苦就是从 违逆的外源啊 像邪斗啦 刑罚啊 寒热疾病等所生的苦 从违缘之苦所生苦 叫做苦苦 从苦生苦叫做苦苦啊 当于所爱别离时 所生起的苦 如以欺和子等等别离 这个叫做坏苦 当获得空无我至心 知道有违法都能清脑 这个叫做刑苦 我们解释一下刑的意思啊 刑呢它有造作的意思 它有迁流变化的意思 那佛教说凡造作的 就说凡是造作啦 就有迁流变化 迁流变化就是无常嘛 所以这里这个所谓的刑苦就是 有违法就是造作啦 所以刑苦是针对有违法来讲 见有违法无常 感到清脑 这个就是刑苦 刑它有造作迁流变化的意思啦 其实它也是在指有违法啦 有违法因为迁流变化 所以我们修行者见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觉得苦恼这个叫做刑苦 所以我们刚刚解释了 苦苦坏苦辛苦 哪一种我们最难知道啊 辛苦不容易 因为辛苦自己提到说 他要去知道有违法能够清脑 换句话说 他要能够见到有违法 见到无运 这个已经是属于官的层次了 前面都还不算啦 所以陈诗润解释说 什么叫做苦想呢 随顺这三种苦的思维 有这个身 他其实本质就是苦 因为被无名覆盖的缘故 所以没办法知道这个苦的事实 他下面讲了一个记 就是说骑马坐车啊 疲累很疲累的缘故啦 所以就希望有一个能够休息助力的地方啦 那站立就是 因为长久站立很疲劳的缘故 又希望有一个能够坐下来休息的地方啦 那坐久了又很疲累啊 所以又希望有一个能够躺下来休息的地方啦 这些疲累都是由造作而生啦 一开始的时候是热啦 但他最后都是变成苦啦 我们要视我们的寻习出路啊 以及这个屈身坐卧起这些行动啦 行立即去来 这些事情没有一个不是苦 这个寄送其实就是提供了我们一个苦想的方法 所以各位可以就是说把这个寄送呢 你可以稍微在心中就是多去 先首先多思维多默念啦 然后接下来你去观察你的 我们的这个屈身坐卧起 行立即去来 此事无不苦 你尝试着去 去在日常生活中去意念去观察 就是说这里在这个寄送里面提供了苦想的方法 所以其实经论它并不是只是在阐述 它本身也是在阐述 不是阐述一个道理 它也阐述了方法在里面啦 这里就是一个方法 最后的这两句嘛 就是如果你不知道怎么苦想 你就把它背起来 先在心中多默念几遍 然后开始苦苦苦苦苦 看有没有办法 刚才我们依据大致都论所讲的这个寄送 这里提供了一个苦想的一个修行的方法 那各位要记得 在就是说在休息苦想的时候 千万不要让自己先入苦的境界里面啦 以为自己做苦想是要去承受那个苦受 不是那样子的 我们刚刚一直在强调说 苦想是苦的刹车 苦想是对治苦 生起厌礼 所以重点是在 苦的刹车 止苦 然后生起厌礼 如果没有达成这样一个效果 这样是错误的苦想 如果你说苦想是去承受 去掉进那个苦里面 这样不对 这个不是苦想 所以各位回去操作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 不是要各位去体验苦的现象 而是了解在我们的身心 在我们的行住作物里面 都蕴藏着苦 由此而厌礼我们的身心 对我们生活的这些种种的现象 产生厌礼心 重点在这里 所以请各位一定要 要把握住啦 就像有人练思想 错误的思想变成恐慌症 我们接下来看 休息苦想所获得的利益 苦想利益就是有厌礼的结果啦 那这里叫解说 为什么会这样 第一点 休息苦想的人 他没有依贪喜 由于没有这种喜的缘故 因此也没有爱 那这个依贪喜 这个是出自于阿含经 阿含经里面 有提到这个名项 什么叫依贪喜呢 这个是和贪一起生起的喜 贪和喜一起生起 贪喜巨型 这个叫依贪喜 其他的论书做这样的解说 但是我们要记得 陈时论他是反对 两种心所同时生起的 陈时论认为说 一刹那只有一种心所生起 所以陈时论他怎么解释一贪喜呢 他说这个喜就是贪啦 他是这样解释啦 喜就是贪 那没有喜当然就没有贪爱啦 爱也是贪啦 第二个理由 行者如果能知道诸法是苦 就不只取诸行 行我们讲刚刚就是 有违法嘛 如果诸法无常无我 但是不能生起苦的话 那么终究不被舍离啦 诸法终究不被舍离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就是因为苦的缘故 所以我们才会想要舍离法 诸法嘛 想要舍离诸行 以舍苦的缘故 而与苦得到解脱 这里提到以苦的缘故而舍离 所以其实 想要离苦是众生修行的一个动机嘛 那知苦是离苦的入手处 知苦是离苦的入手处 要离苦嘛 我们要必须要见到四圣地 那四圣地的第一个就是苦圣地啊 知苦是为了要离苦啦 所以各位就是有些人说佛教很消极啊 苦苦苦 可是佛教讲苦是为了要离苦 不是单逆在苦里面 那如果有人听了佛教的义理 单逆在苦里面 它是一个错解 是一个误用啊 所以其实 接触佛法是需要这个善知识来引导的 需要有善知识引导 不能说自己看书 凭自己的这种想法 自己去推测去异想 要有善知识引导 并且给予一个禅修的方法来练习 一切众生最部位的就是苦 不论少壮老年 贤明愚昧 富贵贫贱贱 知晓这个苦相都会生起厌离 所以在座有人是不部位不苦的吗 所以 就 因为在座大部分都学佛蛮多年了 所以请各位回忆一下 各位的学佛的动机 就是说对于苦的体认 其实 对于一个修行者是蛮重要的啦 第四点它显示了 说一切行者对于 涅槃能生起安稳极灭的认知 都是由于对生死轮回 生起苦想的缘故 如何知道呢 如果众生被欲界所细苦 所倾恼 欲界所细苦就是属于欲界的苦啦 就会对初禅 生起极灭想 也就是说认为初禅 它是很 很 这个安稳 很 很极静的啦 就是说 他被他所处的这个 戒狱的苦 所倾恼 他就会对于这个 比这个戒狱更高一层的 这个境界 生起一种安稳极静的 这种想法 他会想要去那里 然后以此类推啦 一直到这个飞想飞飞想处 即使在飞想飞飞想处 也有这个 这个界狱的苦啊 也会被侵劳 所以这样子就会 对更上一层 飞想飞飞想处 再上一层 超出三界之外 就是涅槃 就会对涅槃 生起这种 安稳极静的这种想法 以前我正思维没有建立的时候 我对我下辈子已经安排好了 以前没有正思维的时候 对于下辈子已经安排好了 没有政见正思维的时候 我会预想下辈子吗 想好了 计划好了 然后呢 然后呢 我发现 然后我在跟这些法友们 就是也不是法友 就是说学佛的这些请问 就是有人说 他对来世有寄望哦 比如说他想 预计要当什么 当那个当什么 都已经预计 在座还有分享说 都要当猫的是不是 所以我想要请问说 在座是否 有人觉得说 这个世界很好啊 希望来世 再投身到这个世界呢 来完成这辈子 不能做到的事情 不能完成的梦想 在下辈子来做 同学说菩萨行者 在这里我们把这个选项排除 刚才之所以问说 各位有没有想过 下辈子要投身到哪里 要做什么 在这里呢 我只是想要告诉各位的意思是说 如果没有宴离心 没有宴离三界的心 学佛不会精进 学佛不会精进 你学佛不精进 你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去 去克服烦恼 就没有办法真正离苦 没有宴离心 学佛不精进 不容易见到成效 那宴离心 我们刚刚讲说 这个宴离心要怎么升起 借由苦想 那我们一直讲说 苦想是对治苦 对治我们的贪婪 对治我们的直取 这个叫做宴离 我们是要宴离欲望 宴离烦恼 而不是说 对一切采取消极 乃至于厌世自杀 这样的心态 所以这个宴离 常常经典讲宴离 然后离欲 那我们太多欲望 我们想要抓取 所以借由苦想 你就不会想要去抓取这些东西 因为你知道它本质就是苦 为什么要抓着苦 放在自己呢 所以一直强调说 苦想是苦的刹车 苦想能够让我们放下 对于身心外在事物的直取 而产生厌离心 大家都有苦的体认 但是没有办法进行 很少人能够进行苦想 苦想是一种禅修 一种静心的方式 这里问了说 这个苦寿是心 心术法 苦寿它是属于心理层面的 身体是像草木一样 物质性的东西 那所以这里问说 为什么圣人只有生苦 没有辛苦 就是他对于这个所谓的生苦 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生苦 有所谓的生苦 因为离心无所觉 所以怎么哪有生苦 没有辛苦 那这里在解释 什么叫生苦 五世相应苦 所以刚才您讲到 身体上的那种厌烦 它是五世相应苦 并不是脱离心事之外的那个厌 再来讲到说苦想 它有 为什么会有 这个厌离的结果 因为生死轮回中的这个过咎 说穿了就是苦 生死轮回的所有过咎是苦 五蕴的过患也是苦 所以我们做苦想 可以对这个生死轮回 生起就是这种远离 这样的一个心理 第六点 众生由于无名的缘故 而贪着此苦 如何知道的呢 众生在争苦中生起乐想 在苦中生乐 让我想到一句话 叫做甜蜜的负担 我想不透负担怎么会是甜蜜的呢 负担很沉重啊 为什么是甜蜜的呢 负担是一种苦啊 为什么会把负担当成是甜蜜的 因为无名 所以说是甜蜜的负担嘛 是不是这样 但是那几滴蜂蜜呢 最后也会质变啊 但是那个蜂蜜 佛教针对乐寿 佛教讲说 我们讲 我们是苦乐参拜嘛 有苦有乐 那针对这个乐寿 佛教讲说 它是生死苦 生死乐坏死苦啊 对不对 所以苦乐寿 最后也是会变成苦啊 所以说穿的一切都是苦啊 所以里面这个里面 这个无名在里面啊 这个被无名覆盖 那我们今天上课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将听闻佛法的这个功德 做一回向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